好几天没吃排骨了 今天咱们吃一个梅干菜扣排骨 买了几斤排骨 梅干菜 这个排骨要选净排 这些油边咱都不要 上面这段 这一段您留着煲汤也行 您打个汤底也行 这个咱不能用 这个块不要太大 两指 两个手指头一比划就行了 下刀 因为咱们这个排骨呢 是生烟不抽水 所以说您清洗的容 您要仔细点 第一遍水清一遍 然后放盐 给它抓粘 肉很快就能洗干净 咱这排骨好吃不好吃 这腌制的步骤很重要 您贴上几片姜 大葱 蒜的轻轻的 压一下 盐 盐是一个底口 不要多 鸡粉 胡椒粉 酱油呢 就是要味 省呢 是您用这个红烧酱油找就行了 不要太深 这是基础口 这个五香粉呢 不要太多 咱们这排骨差不多有两斤 就这样呢 您就有一克 油豆豉 这个菜的灵魂 排骨酱 排骨酱呢 就根据您的口味了 一斤排骨 在15克左右 就是所有的底味都满好了 最后 来给它上上排骨酱 美极酱油 最后就是点睛之笔啊 为了增加它的酱香 而且呢 就是待会儿蒸的时候呢 酱油的香气特别浓 这个呢 就是您加点熟油也行 也可以加香油 这排骨酱腌制好了 您要是裹上糊 或者裹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淀粉 您也可以烤 可以炸 很好吃的啊 现在今天咱们吃的这个呢 是蒸的方法 咱这排骨呢 您为了让它更好的锁住水 最后呢 您要跟一点生粉 或者是淀粉都行啊 要水淀粉不要多 咱们排骨腌好了 下一步干嘛 处理梅干菜 梅干菜呢 您不用买这个大颗的 不是回来我再切两个麻烦 您就直接买它这种切好的 不带盐呢 您回来一泡 冲洗干净就OK了 这一小包一对 没问题 这样飘一飘的 油漏 蜜漏 一到要洗到什么啊 这盆底没有沙子了 让它成啊 咱这梅干菜洗干净了之后 攥干水分 要给它煸炒一下啊 少放点底油 给它煸香 好嘞 咱们开始上盘 梅干菜您垫在盘底就行了 给它码好盘 放到蒸香里边啊 就是咱们蒸香100度 纯蒸60分钟 这盒菜就成了 排骨倒时间了 一个小时 好 咱们梅干菜扣排骨 起了 这排骨呢 圆滞圆味 而且呢 不油不腻 梅干菜呢 不但说能做扣肉 但是扣排骨呢 也非常香 梅干菜扣排骨 回家做去吧